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疗养院是专门收容精神疾病的医疗院所 101病房赵佩怡护理长秉持着医院的理念 以彩绘的方式让住民们有爱与温暖的感觉 它忘过来的感觉不要就是一面白墙 甚至就是老旧的见底 年代也比较久远 那你也就会有一些石砖的墙壁 会有一些痕迹 那怎么样可以去除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画彩绘的方式 像我们病房里面的走廊 也有另外做彩绘 那也是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 让住在病房里面的病人 不要觉得自己是很无望的 然后像我们一楼的 一二楼的客厅 我们那时候还让病人就是一起做彩绘 他们是用手印 就是用手印的方式 然后一起把它用成一棵树 这群马肩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实习学生们本是充满了爱心 利用自身空闲时间 回馈服务实习过的巴黎亮院 将原本不起眼的墙面 运用空间艺术 彩绘了著名们多彩多姿的内心世界 我想要带给大家有彩虹的感觉 就是有爱啊 对有爱然后和平 然后让大家进化就是 就会觉得看到很多颜色 然后就会觉得每个人都不轻轻 很棒吧 就是如果其实真诚的对待他们 然后他们就是 虽然他们都不会表达出来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很感谢我们 就会觉得说 哦我们的附属他们其实还是知道的 然后就会觉得很棒 为了让塑胶带可以有更多被利用的可能 一群志工发起了U-Bag循环二手袋的计划 希望每个社区中都可以有配合的店家 来回收二手袋并且再利用 根据统计 台湾每人平均一天使用2.7个塑胶带 一个带子的平均寿命却只有12分钟 2014年台大青年 发起了U-Bag二手袋循环计划 鼓励店家成为二手袋回收站 并设立网路平台 每和店家与消费者 让民众将家中闲置的二手袋 捐给自家附近的商店 代替一次性塑胶带的需求 全台目前已有超过120个二手袋回收店家 每个月减少了将近4000个一次性塑胶带的使用 比例大概有将近到80% 我们几乎都是用环保袋 他们是蛮开心的 客人收到了之后相对也会回家 把他们家的子袋整理过再送过来 我觉得接受度真的非常的高 U-Bag计划不仅仅延长了二手袋的使用周期 更建立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共事与互信 此外U-Bag今年10月将会推出更加便利的网络平台 给予店家与民众直接的交流管道 期盼能树立二手袋回收机制的自发性 我们希望在台湾的每个乡镇市 都会有至少一家我们的合作店家 让这些袋子能够去不断地在这个市面上去做循环 透过人与人建立起的信任与共享循环 让环境生态与人类社会得以共生永续